丽丘是不是代表进入秋天了? 丽丘不是代表进入秋天了。 丽丘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, 秋天将来临。 丽丘后虽然一时暑气难消, 还有秋老虎的余威, 但总的趋势是天气逐渐凉爽。 丽丘到了, 但并不是秋天的气候已经到来了。 划分气候季节要根据后平均温度, 即当地连续5日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, 才算真正秋天的时节。 中国地域辽阔, 虽各地气候有差别, 但此时大部分地区仍未进入秋天气候, 况且每年大热三伏天的末伏还在丽丘后第三日。 尤其是中国南方此节气内还是下暑之时, 同时由于台风雨季节渐去了, 气温更酷热, 中国医学也对从丽丘起至秋分前这段日子称之为长夏。